鳥將軍 你怎麼看 李靖勇 三秒有 要到中選會去管這個2020年的總統跟立委的大選 你想想上一次選舉 中選會綁個公投 就可以搞出這麼多名堂 而且可以造成一邊投票 然後一邊開票 然後造成棄保 我們回憶一下上次的公投綁大選 多少立法委員 多少媒體已經警告他 這麼多公投案 一定會投不完 那丁守中輸在他的選民本來就是老男男 站在那裡四個鐘頭早就不投了 那差那麼一點票數就落選了 那只是玩一個小手段 那李靖勇比那個那樣更厲害 上次那個還像個書生 還不敢太那個 所以說你現在講東廠西廠現在不夠了 南廠北廠中廠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民進黨玩花樣 那真是花樣百出了 那蔡英文到明年大選 說不定等他共機繞臺 再來個熊山物社打個轟6K 你看看 精彩 連任了 捍衛江土 維護主權 什麼民堂都可以出得來 中選會還有很多花樣 中選會是花樣 然後中選會花樣玩得不夠再來一下 所以你看 陳水扁那兩個子彈也搞得出來 而且當選 每個人都知道他造假 那怎樣 他繼續連任當了四年總統 我們已經創世界上民主國家選舉裡面 選舉大權我們可以編 我們可以全世界開選舉大學 碩士班 博士班 可以總統到國際上去迷航 你聽過吧 沒聽過吧 可以兩顆子彈 可以搞公投大選 可以搞嗆中 抗中 真是 所以藍營不要太高興了太早 為什麼我前面講到說 藍營現在內部的焦慮跟紛爭跟內鬥 後面講李進勇 你們鬥吧 本來是大家看民進黨大亂鬥 現在如果藍營是這樣 人家鬥完以後 快速整合 韓國瑜不說民黨是妖怪嗎 就是馬上就該長的腳全部都長出來 然後中選會三秒湧進去了 那就是民進黨的復仇者聯盟多一樁 再加一個 從蘇貞昌到林佳龍到陳其邁 不都全部都是嗎 敗選的人 敗選者全部進來 敗選的人去當管選舉的 沒有錯 而且各位 李進勇變成中選會的主委 是中華民國的國旨 為什麼 因為陳水扁在當八年的總統任內 他所任命 因為我長期都在內政委員會 我看過民黨 是在所有的中選會的主任委員 沒有一個具有民主進步的黨籍 不敢 陳水扁還不敢 還不好意思 蔡英文在第一任的時候 找了一個陳英淺 還是一個偏綠的學者 對 現在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乾脆叫你李進勇 你退黨再進來接中選會 所以你說世代無此示威國史 你說整個 而且整個民黨政府 很多人都講說中選會 又變成新的東廠 我認為整個民進黨 現在蔡英文的心態 蘇倫昌的心態 整個中華民國政府 全部東廠化 全面東廠化 所以中選會這樣一下就有結果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新聞 很可能是一日新聞 最多兩天新聞 很多觀眾朋友 你不會注意 國民黨又在那邊圍腳 沒有用 你們多少鬥不過他們 李林華 李彥英修都女生 所以沒辦法 拿人家沒辦法 各位 這個不是國民黨的羞恥 這個是一個中華民國的羞恥 是台灣的一個災難 當一個負責全國最高競爭遊戲規則的 中央選舉委員會 沒有辦法公正 是一個有這麼綠 綠到透了 而且李進勇以前 當基隆市長的時候 就不被肯定 所以他一任基隆市長就落選了 政績很差 對 很差 那後來回到雲林去的情況之下 他要利用民黨內部的內鬥 他當選了雲林現在的縣長 然後才說他政治生命 他一生要留在雲林奮鬥 然後他落選了 馬上就落跑了 燕修剛剛講了 不到三個禮拜他馬上會發佈 為中選會的主任委內定人選 所以這個人的無恥 是可以馬上翻臉像翻書一樣 所以請大家瞭解 明年我們如果要提任何的公投案 如果沒有順他意 沒有經過民黨內部審查的話 絕對過不了中選會 對 那個公投案是由中選會管的 而且我已經知道了 我讓不讓你公投我決定 我在這裡來講 我已經知道他們民黨現在設計公投案 就是你贊不贊成一國兩制 也就是說 你贊不贊成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對 反正就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公投法是不能統獨公投 當然民黨現在迴避統獨公投 大家可以設計一個很像統獨公投的東西 然後來逼你台灣社會 對 就像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東西 那因為台灣社會普遍對一國兩制這個字眼都是反對的 我們都認為說一國兩制就像香港模式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黨會用設計成這個東西 然後去包裝 所以李敬勇的中學會主委 就是要幫民黨設計包裝過這種東西 然後對你所有藍營的公投能卡就卡 能砍就砍 我管你什麼愛家公投 我管你什麼對同志呼應的東西 我全部都不管你 我反正就是依我意來做 那這樣結果請問你 明年的國家的選舉 你覺得會公平嗎 有李敬勇在中選會 董哥 怎麼會有公平這兩個字呢 本來就不要公平啊 幹嘛公平 他對賴清德都敢這樣修改黨內的規則了 他在整個正式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他怎麼會不用這一招呢 自己的切身厲害啊 我們中選會從成立來 其實過去很少成立 沒有人在討論 沒有人注意他的存在啊 到陳水扁 就民國九十三年 二零零四年 那時候中選會才被注意 因為阿扁要連任 覺得自己很恐慌 一定選不了嘛 所以他靠兩個手段 第一個中選會的公投綁大選 第二個兩顆子彈 陳水扁就當選了對不對 那一年的公投綁大選 民黨出了很多管理 藍有藍投 北有北投 人民一定要公投 你這輩子從來沒有公投過 回去投個票不可 你知道阿扁那時候 贊成了兩個主張是什麼嗎 第一個主張 我們應該跟大陸簽和平協議 大家都忘了 但是我們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個公投耶 第二個公投要不要跟美國買武器 結果美國買武器被火結了 我們有時候 對啊 其實把這個 陳水扁啊 記得喔 董哥提醒我們 他不想我們真的都忘了 陳水扁說要急公投說 我們台灣應該跟大陸簽和平協議 但是你跟他看 好好笑喔 其實因為從中選會過去 為什麼沒什麼爭議 因為他都很公正 大家覺得沒什麼好討論 那裡面有一個比較老的人叫賴浩銘 他在阿扁時代也當中選會的委員 因為他是萬國律師事務所的創 等於創會的律師 台灣一個很老的律師 而且名望很高 他的律師事務所已經大概五十年前就創了 四五十年前創 那到馬昂九時候覺得這個人不錯 阿扁也用他 我也用他 所以就升他當中選會主委 也沒有爭議 後來大家也覺得這個人不錯 客家人嘛 所以他就去當司法院長 那接任的是誰 接任的是陳水扁的內政部長張柏洋 也沒什麼爭議 中選會主委會有爭議都是民進黨執政 因為他們想用中選會來幫自己做很多事情 從陳英前開始就有爭議了 那陳水扁的時候 因為弄了公投法 他要公投綁大錢 你去投公投順便投陳水扁 這是他的高招 算他的那個部署 他們最近他們那時候要求公投法 公投一定要綁大錢 要不然公投投票率太低 把他釘在法律裡面 對 可是去年因為東奧正名 同性戀 乙和養利 這些東西全部對他有影響 還有何時 他們還一個月前把公投法改了 公投不一定要綁大錢 民進黨為什麼是個垃圾黨 可以不要臉到以為人家不知道 他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改了 公投不一定要綁大錢 對不對 那這次如果李基隆去 什麼對我有利的 一國兩制的對我有利 這個就讓他綁大錢 你想一想 對 國民黨現在黃世修 他們還要弄一個類似乙和養利 你要不要用何人怎麼樣 這些對我不利的 我就不要讓他綁大錢 我就嚴加審而 等你選完以後 一個月兩個以後 大家再來單獨公投票 請問這個會有投票率嗎 不會有投票率 對 所以我們中選會 就特別重要了 我們可以玩弄嘛 不只除了公投綁大學 還有沒有中選會 還有沒有什麼是可以 手段是可以玩弄的 中選會 他可以把你很多人的資格 或怎麼樣把你做很多人認定 這是他一個方式嘛 然後中選會 他還有非常非常多那一種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 就像陳英前那時候弄的是怎麼樣 讓你一邊投票一邊那個 那他那時候保住了誰 保住了柯文哲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判決 5月10號你就可以看出來了 中選會 那時候沒有人跟他提醒嘛 提醒很多 甚至在一投票發現 有人在看手機 一邊在投票 馬上打掉下去 他們也自自不理 到處找不到人 所以我們在想中選會 有什麼up 有時候我們都想不出來 等事情發生了才知道說 言台早就在他們盤算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選會 的作用有這麼大 所以葉委員都是你的老朋友 您出身自民進黨啊 看民進黨今天變成這樣 董哥說是垃圾黨 我覺得根本是糞坑黨 李進勇跟我 也曾經在立法院同事過 那個時候他算起來 以我的觀察 他算起來 第一不是很強烈的意識形態 而且他畢竟本身也當過法官 當過律師 他對這個法律的執著呢 還有那麼一個正義的那個元素存在 所以做事還不至於太離譜 那之後我離開民進黨 我們就比較少來往 可是今天我看了這個整個過程 我要在這個地方很慎重的跟這個李進勇 進勇兄講一句話 就是說他一輩子走來 剛剛各位也講了他 是深綠的怎麼樣 我認為這個都不必費難他 他本來是屬於綠的 他是深綠 深難 個人有個人的立場 這個正式立場 對 但是但是你到臨晚的時候 晚節不保了 為什麼 你今天為了要當中選會這個主委 以我們以往如果共同的價值觀來平定的話 這個職務要給你 你都應該首先推遲 對 我不宜不宜擔任這個職務 對 因為我擔任這個職務的話 對於我過去以往 我本身那個深綠的色彩都是一種污衊 對 為什麼 你是一個深綠的深深的這個堅定不移的這個信仰者 你今天要跨境走進一個絕對中立的這麼這個領域的時候 你一定會對自己以往是不是有所非難 同樣的你必須尊重這個機構 你要覺得當你進去的時候 你占物了這個機構 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懂就是說過去 他深綠也沒關係 過去是他是從政 對 因為你中選會是處理選舉 你自己過去一輩子搞選舉 對 如果他是個台獨學者 算了沒關係 因為他沒有選舉 對 他過去一直搞選舉 而且是激烈的在搞選舉 然後現在去要切斷要退出民進黨 玷污他自己 對不起他自己 然後也對不起中選會 因為中選會需要的人 就不是你這個前科累累的人 沒錯 我的意思就是 兩個對不起對不對 對 兩個都對不起 你對不起這個機構 你也對不起自己 是不是這樣子 終始在阿把如陳水扁 剛剛小董也講了 陳水扁時代都還不敢用這個 都用重力的 那麼今天你蔡英文因為已經面臨一個政權的保衛 你必須要依賴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絕對你信得過的人 難道中華民國 找不出一個絕對中立的人嗎 社會都相信他是中立的學者 找不到嗎 多的是 不能找啊 委員 不能找 不能找 不能找中立的 中立的人很多不能找 我要找一個不中立的 他現在就找一個 能被他指使的人 那你自己也曉得 你現在去就是要被他指使 要不然為什麼非要你不可 難道你不曉得嗎 你沒有這個洞察力嗎 你既然有這個洞察力 你還敢往這個火坑裡頭跳 你興趣如果做那個不中立的事 你就是跳火坑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第三個對不起 對 你這是跳火坑 因為明明是要去做魁了 是 而你居然還 就來這個小動作 我註銷黨籍 然後你就可以擔任那個職務了 你欺騙全天下的人 大家能相信這個註銷黨籍 你就開始中立嗎 你又被欺騙選民 欺騙太多了吧 所以我說你對不起 這方面也對不起 那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中選委 對不起全國國民 今天老來你走這個路 我深深以你不執啊 不執 很難過吧 就是以前在一起的同志 然後今天淪落至此 因為他以前給我的印象 不是這種人 可是你看為了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說晚節不保 晚節不保 那當我們今天看到說 民主黨他真的是什麼事 都可以幹得出來 董哥 那可是國民黨就是 就是沒辦法他就幹了 李信勇就中選會 那那就贏了 因為他們的掙錢一定要保住 現在大家都在這邊吃香喝辣 那你眼看江山要丟了 尤其七年韓國瑜這種旋風 大家都覺得太可怕了對不對 我們要失去變得一無所有了 怎麼辦 所以大家就把臉皮把他丟到一旁 然後我們用盡所有的方法 行政力量 然後修改法令 所有東西 全部一股腦全部都來 然後我們保蔡英文 也保我們自己的位置 現在民進黨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是垃圾黨 就民進黨 他自己在搞初選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 那個李信勇進了中選會以後 初選會就是要辦選局的 他會做什麼事情 四月十號民進黨中職會 他決議 初選機制不變 你看我們多民主流程不變 但是我們就是延長總統初選的協調時間 關鍵就在這裡 然後等到五月二十二號 要進行總統初選民調嗎 不 是五月二十二號 以後 以後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你看就一個字就差很多了 那民進黨民主黨羅文嘉 這是以前陳水扁的愛將 他說初選的規則不要再變了 下週三 就是五月一號 要送總統初選的時程 到中常會討論通過 包括各種各樣的時間表 那賴清德的好朋友 民進黨的立委郭國文 他說近來每天都有支持者 表達焦慮 希望黨內初選的辦法 跟時程能夠盡快底定 萬一恒生肢節產生變數 恐怕跟國民黨一樣 繼續亂下去 搞不好最後 讓台北市長柯文哲 撿到便宜 四月二三日 媒體人周一寇爆料 他說 據傳民進黨的黨主席 卓榮泰 最後會因為壓力太大請辭 中職會會派代理主席 沒收初選 然後民進黨立委葉宜金說 這個傳言嚇死我了 如果沒收初選 不是賴清德怎麼回擊 而是這樣子民進黨就倒了 民進黨不能倒 也不能這麼做 那苦主呢 這個被害者賴清德 他在幹什麼 他最近新聞好少 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小新聞 他參加網路直播 網路直播講說 國民黨總統初選也出現爭議 台灣是民主國家 當然台灣不是民主國家 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 民主政黨有民主程序 有承擔又可以尋民主的機制 才能獲得支持 國民黨會不會提名韓恩 韓國瑜還是未知數 那台灣跟中國的差別就是民主 反正他講來講就講這個 好 主持人問他說 如果是大企業家 誰能夠承擔台灣的責任 來選總統 這個當然是針對郭台銘來問的 那賴清德怎麼說呢 他說我會說是張中萌才可以 因為張中萌最近講過一句話 說台灣的企業經營不要總是要cost down 應該要price up 這個才更重要 而這不就是創新嗎 當然我們知道張中萌跟蔡英文的 私人關係非常好 但是張中萌應該不會一起去淌這個渾水 好 那這個才是民進黨的重頭戲 但是呢要努力幫蔡英文競選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沒閒著 趕快推出來一個在臉書上說 我們一起衝的99天的影片 細數上任99天以來的政績 所以董哥這個很恐怖吧 對啊但是他所有的恐怖就是 現在所有民進黨裡面除了少數是挺賴清德的 其他人都已經歸位了 那他們現在把這個民主把它糟蹋到 我相信葉委員是絕對看不下去 因為他民進黨出身了 這兩個民主一定對他來講是很大的羞辱 民進黨怎麼敢做這種事情呢 因為掙錢對他們太重要了 沒有掙錢什麼都沒有 那你今天看到所有人無所不用其極 要把這個所有東西完全是配合蔡英文 蔡英文在4月1號被五人小組 就是說我們想跟你談 因為你也是你也是登記的人之一 蔡英文說可以到我的官邸來 來真的 然後這變成平常是你是把人找到我們黨部 因為我們是代表黨部的五人小組 結果只好去官邸去面勝 然後蔡英文就講就是說 第一個我不跟賴清德辯論 聖上口譽 對第一個我不跟賴清德辯論 他是我的行政院長 我們兩個討論政策 我們兩個辯論政策的示威 有這個天理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你現在的時辰 那些議題那些 我不滿意 我不能接受 所以這時辰就往後改 皇帝說話了 是啊 所以這個其實是整個發生的過程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五人小組 真的就照他的意思 往後延 那為什麼要延得用意 幾國皆知 延到我的民調贏他 我們再來舉行正式黨的民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民進黨 就是大家都把臉皮丟到一旁 為了自己的權位 來讓蔡英文繼續當選 然後我們繼續保他的榮華烏龜 葉秀委員 米朗 好棒喔 看到他這樣搞他們的初選 然後那個李靖勇進中選會 你不會瑟瑟發抖嗎 我當然害怕 李靖勇還不只如此 我其實要再補充一句 民國九十年代 基隆大水庫棄土 弊案這件事情 當時媒體會聲會影的提到說 卸任的縣市首長收賄 直接影射的就是李靖勇 李靖勇完全沒有正面回覆這件事情 今天沒有機會答詢 一個沒有誠信的人 還有涉嫌收賄這個廢土的弊案 這些這個人 有資格擔任我們中選會的主委嗎 李靖勇你如果是一個卸任法官 你如果還有一點點對法律的認知跟良知 請你正面回應這件事情 那另外我就要回到我們這個民調 民調的部分 其實蔡英文這個到自己民調稍微好一點 才願意來做民調 這不是第一次 就是說我無論表決或民調 我都要對我有利 我才要開始做 這不是第一次 上次司法改革不是如此嗎 那現在我要特別分析一下 這幾天美麗島那份民調 還有四月十九號到這個十六號到十七號 還有這一份民調 兩份民調其實凸顯一件事情 特別是美麗島那份民調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藍綠裡面 柯文哲仍舊是最大的變數 因為無論是郭台銘或者是韓國瑜 雖然都排前面一兩名 但是柯文哲確實他的民調其實還是蠻高 那另外一個 這份民調還有凸顯一個事實 就是說表態率都達到八成 八成左右 就是大家都很勇於表態 如果 每個民調都這樣喔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明年還是有可能回到各自歸隊的狀況 那再看新聞雲那份民調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蔡英文最近好像 剪刀槍的辣台妹一樣 網路的聲量特別高 特別還贏過賴清德 如果這份民調的準確性是足夠高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難怪也難怪蔡英文最近其實網路的聲量 她不斷地去嗆韓國瑜 趁著韓國瑜 趁著郭台銘 然後藉由這個機會 在凸顯她總統的高度 但是蔡英文現在她一下子又說 我不怕初選 我們要團結 但是初選會分裂 所以她講的邏輯是非常奇怪 我們都終於知道 她終於是要等到她民調 現在稍微高一點 她才願意來去做民調 但是這份民調的結果 跟前面那份民調還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前面那份民調 其實賴清德仍舊是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仍舊必須觀察 民進黨下個禮拜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個初選 其實還是一個問號 民進黨內部的角力還是有 所以我們看到 包括這兩天 連陸委會的陳明通也說 我要支持 我是支持蔡英文的 大家都急著要去跟蔡英文表態效忠 陸委會主委 叫做中華民國的官 結果她要去表態她支持蔡英文 這什麼玩意兒 任何一個政黨如果犯了這個 那麼大的錯誤 讓那邊選民所詬病以後 下次你再來 大家就已經給你蓋上那個印記 你不可能復活 對 那台灣還可以 所以國民黨很累 活得很累 國民黨很小心 謹小慎為的 這個也怕犯錯 那個也怕犯錯 悠纏未積 搞得上頭的人也是如此 我們剛剛講到說民進黨的初選 蔡英文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延長 那為了什麼呢 就因為要爭取 用時間換取空間 她每天製造議題 罵韓國瑜罵郭台銘 然後表現在哪裡呢 就表現在這個ET Today 新聞瑜的民調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民調我剛剛講過 她是網路民調加上手機民調 加上電話民調啦 那網路民調加電話民調 網路民調年輕人居多 那電話她也沒有詳細講 她是怎麼樣做那個取樣 就跟一般的民調的結果會不一樣喔 那你看在這裡 剛剛委員提醒了我們 這個民調竟然出現一個 從過去來到現在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幸虧委員提醒了我們 就是蔡英文 你看不管對任何人 都是二十幾喔 二十七點八 二十七點一 二十七二八 而賴清德 竟然不管對上國民黨 柯文哲的誰 都是十八十八十九十九 輸好多啊 但是在傳統的民調上 還是賴清德贏蔡英文很多 所以蔡英文接下來要怎麼樣繼續弄呢 下來就做手機民調對不對 對手機民調每隔在哪裡 就是手機 年輕人比較用 那我們過去的傳統民調就是住家 住家桌上行電話 對 那年輕人不會來接電話 都是家裡的阿嬤阿公阿爸爸媽媽 是 所以蔡英文最近就是 他要年輕人 年輕人現在喜歡他 對那年輕人又本土人 又敢跟中共對抗的辣台妹那種角色 那你猜他會怎麼樣去操作 他下來就找館長訪問他 然後他怎麼打共尾啊 他一定來這一招號碼對不對 怎麼打 怎麼打 帶兩把掃把去直播 或者請館長拍 拍一個廣告 兩手各內穗兩支米格戰機 對不對 模型這樣子 對啊 這個都像大金剛 把這些東西弄出來 然後你看他這兩天跑去本土去演員 那邊就是跟大家拌勞 對不對 這個本土接地器 這個本土接地器很重要嘛 你記得兩個月前 他告訴所有人啊 說我其實在晚上 我在我的總統觀點也很無聊 我都偷吃泡麵 而且我還看宮廷記 我跟你們一樣喜歡餵嬰肉 那時候是怎麼版話 那不是大陸去嗎 是啊 那時候是怎麼版話 他說他都都在看宮廷記 大家忘了嗎 他有說要吃鴨翅膀 鴨腳什麼的 是啊 那時候就是說 你看我就是一個鄰居大姐姐 跟你們一樣嘛 對 貪貪嘴嘛 對不對 看看宮廷記跟你們一樣 這是大家都同一國的嘛 你可以看到 現在又說他喜歡本土劇 他有看過這個本土劇嗎 我很懷疑 所以所以玉兄兄 民進黨現在這個樣子 剛剛燕秀講分析那幾個民調 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其實為蔡英文借助帶仇的人 現在慢慢在兜籠一個概念 就是以洪耀福為代表 他說如果對比出來 蔡英文或者賴清德的民調 都贏不過韓國瑜或者郭董的話 那就是以徵召現任總統優先 你聽懂了沒有 新的遊戲規則 新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才剛剛一直講說 不是誰高誰低 對對對 反正都不會贏 所以燕修剛剛分析很多民調 很有道理很好玩 或者是搞手機民調很好玩 但是我認為怎麼搞 我認為蔡英文的民調 目前的基礎結構之下 他其實真實情況 他贏不了賴清德 他真的贏不了 因為他幹得太差了 而且搞得大家天怒人怨 而且所有賬都算在他身上 而且他最近沒有任何的利多 所以洪耀福所發表那個觀點 值得我們葉文打拳 大家共同來追蹤 因為那個可能是拍板定案 民進黨最後終結初選 踐踏初選 結束他們內部的爭議的一個方法 意思就是說那個邏輯很簡單 那個邏輯就是說 因為既然我們黨內沒有一個人 可以贏韓國瑜或者是郭董 那我們就以現任總統優先 因為他最穩定 因為民進黨政權結構 民進黨的思維 民進黨的人馬都在 所以我們用現狀來維持 來去跟他對打 選民聽得下去 民進黨支持者聽得下去 對 因為我這個觀點 原來我也沒有把握 我就跑回基層 在跑選舉的時候 我問我們在地的領口 泰山那邊的民進黨的人 他們說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有道理 對啊 因為他說如果 都贏不了你們 你們韓董的話 贏不了你們郭董的話 那蔡英文當然 目前不會贏 可是蔡英文目前兵馬雄壯 我們有蘇貞昌 我們有中選會 我們有東廠 我們有很多東西 對不對 全部 所以為什麼入委會主委 要趕快表態 原因就在說 陳明通說不要忘了我 我入委會也是事實效忠的 不要換掉我 對 對 所以他們整個不管你把它叫做是利益 共同體 或者是共犯結構 或什麼東西都一樣 或台獨的共同體都一樣 他反正他們現在一切的方法 就是做掉賴清德 做掉賴清德 是他們現階段當中唯一不變的方法 然後呢 可不可以用手機 可不可以用家電 不管我覺得 蔡英文的那個臉書專頁裡面 已經提出來 要增加行動電話的樣本數 也就是增加年輕人民調 從這份民調就知道說 他們要變更那個民調的做的方法跟方式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用變動那麼多 他還是贏不了 那沒有關係 因為內心得你也沒有贏對比 最很簡單 他們不要用互比試 所以互比試就是說 你支持賴清德還是蔡英文 他們用對比試 他們就拿韓國瑜來當樣本 拿郭董來當樣本 如果說我們兩個人都贏不了 郭董贏不了韓董的話 那就是現任者優先 各位 玩的局就是往這邊方向 然後我把它稱之為 另外霸王條款的2.08 這個靈感一定是從賴清德那邊信書來了 那邊叫用行動帶來希望 用行動電話帶來希望 就是見秀委員講的 就是增加行動電話的樣本數 所以這樣怎麼樣 就是讓年輕人表態率高 然後年輕人比較喜歡蔡英文 對 然後這樣子他跟賴清德的差距 就變小了 變小 那變小以後 本來差15% 很難看 變成只差個5% 對 4% 然後兩個人都輸 那有什麼關係 那既然這樣子 那就說得通了 對 對 規則千變萬化 人選不變 對 其實我覺得我要說的就是 我們很囉嗦 跟街頭一句話一樣 其實不管方法是什麼結論 答案就是一定是蔡英文連任 他用的是講公的民意 對 然後中間的方式 因為大家知道民調的方式 第一個剛剛講 時間換取空間 第二個其實對民調 我們只要也研究就知道 他們現在已經用各種模式 在看怎麼樣的一個民調方式 是對蔡英文有利的 那手機的確是一個 他們在不斷試的之中 會對蔡英文一定是比較是有利的狀態 加一點 只要加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他們一定是在這段時間 反正結論是啦 我覺得我們就是大膽預測 這個事情會不會繼續走下去 而結果 反正就是最後一定是蔡英文連任就是 他用的是講公的那一句話 退此一步 既無死所 他用他的對抗日本的那個 對嘛 以時間換取空間 我們現在是輸給韓國瑜 或者輸給國民黨 所以我們不能分裂 我們退此一步 既無死所 大家都沒得撈 你們自己看得辦 然後蔡英文雖然民調低 對 可是這些人馬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行政權力在我手上 對 所以呢 你們分裂出去 大家就沒得撈了 退此一步 既無死所 分裂出去 大家都沒得撈了 這是關鍵 然後葉委員剛剛講的就是 千變萬化 人選不變 規則千變萬化 但人選不變 對 這個是精華吧 當然是精華 這個蔡英文作風本來就如此 剛剛也提到 他施改會就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民進黨這種例子說太多了 以前我也提過 嘉義縣長的何家榮 被換掉的 太多這個例子了 這中間呢 曲曲折折 你要改這個 改那個 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讓滿足大家看關門的 視覺上的享受 讓你們覺得很多變化 都是無光實彩 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 對 就像金光黨一樣 弄了半天 但出來那個貨色 就是那個東西 台灣價值 不會敗 不會改的 但是你說 你們我們這樣子 在此效民進黨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所有這些劣跡呢 台灣人民都很容易把它遺忘掉 為什麼 對 這個劣跡 幹進壞事都無所謂 一路走來太多劣跡 但是選民很快就把它忘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台灣人民健忘 這個就是因為什麼 他的基礎是建立在 台灣的政治版圖基礎 是建立在族群對立 對 重點在這個地方 全世界不會有這樣子 任何一個政黨 如果犯了這個 那麼大的錯誤 讓人民選民所詬病以後 下次你再來 大家就已經給你蓋上那個印記 你不可能復活 對 那台灣還可以 所以國民黨很累 活得很累 國民黨很小心 謹小慎為的 這個也怕犯錯 那個也怕犯錯 悠纏未積 搞得上頭的人也是如此 一路走來戰戰進進 但只要稍微一做錯 好像就永結不復之身 因為台灣社會 對民進黨的標準 跟對國民黨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 一個敵出一個輸出 一個敵出一個輸出 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口口聲聲講 民主價值 我跟你講 騙你的 但他摧毀民主 對 就是他 但是他真正的核心的價值 就是委員講的 族群的對立 對 其實他比如說本省外省 本省外省 然後再來就變成說 把台灣變成說不是中國人 所以台灣對抗中國 那這個這個強度呢 比其他什麼民進黨貪污啊 什麼破壞遊戲規定 那個強太多 這個要破解這個 只有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讓我們台灣的選舉 從今以後 把所有的問題集中在哪 集中在經濟問題上 集中在經濟問題上 可是沒辦法 選民一想到這種之後 熱血沸沉 沒錯 那是很容易激情的 對 很容易激情的 選舉一定要操作激情 操作民粹啊 連當兵的時候都 你是嘉義兵 我是新得兵 連當兵都分嘉義兵 新竹兵 對 就可以分 對 族群就出來了 族群就出來了 所以在台灣就是這樣 操弄南北對立 對 然後操弄本省外省對立 本省兵我還帶過 客家兵要跟閩南北 有分 閩克 這是台灣的宿命吧 我們應該這樣講 台灣的宿命 我們有必要那麼累嗎 就像當年的張拳 卸鬥一樣 拳章卸鬥也是 七百年過去 我們現在搞這個嗎 還是這樣子 那不會往前走 這個因子一直存在 沒有徹底把它驅除掉 要怎麼樣徹底 要怎麼樣去除掉 能更多的融合 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開放 你看現在很多 很多這個印尼進來的 粵配 印配等等 還有陸配 讓我們的下一代 更多元 更多元 不是 應該我們打開 我們整個台灣可以打開 我們跟大陸跟什麼 當然 如果這樣最好 打開就是說更多元 讓我們這個人的來源 更多元 更多元的話 那很狹隘的那個本土 就慢慢聲音就會萎縮掉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委員就是 其實台灣人的開放 或者是不開放 或者閉鎖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政治 為什麼呢 因為選票就是有在這裡的人 有選票 那所以民進黨 對民進黨的利益來講 就是我的操弄這個東西 可是做生意的人 是我拿個皮箱 我全世界的生意 我都可以做 對 我的貨可以賣到全世界 對不對 那人可以往外走 可是為什麼民進黨操弄 要故鎖這個台灣呢 因為只有活在台灣 住在台灣的人才有選票 所以台商的利益他也不要管 所以他要讓台灣人越閉鎖 然後越不開放 心胸越狹隘 對民進黨對台獨才越有利 美中打仗中中間的一個點 那是台灣老是不信的 所以我跟你講這是個危機 始終搞不清楚 到處亂投靠 去投靠美國 然後幫美國來打大陸 然後把台灣自己鋪上去 來吧來吧來打火吧 還要自己花錢 所以國防靠美國這句話 我是那旁人講 我是真的不值得 我們台灣最近有藍營忙著吵架 然後綠營忙著修改規則 保證規則千變萬化 但人選就一定要是蔡英文 但大陸也很忙 習近平現在忙著閱兵 他不是指閱大陸 大陸解放軍海軍 因為成立七十週年 那為什麼七十週年 當然是他建國七十年 習近平在山東的青島 舉行海上閱兵 總共三十二艘軍艦 依序亮相 055型的驅逐艦 南昌艦首次亮相 然後遼寧艦也出來了 全部都走過去 習近平說 國家間有事情要多商量 加強對話交流 務實合作 海納百川有榮乃大 不能夠動閘就訴諸武力 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脅 他要召開建構海洋命運共同體 這句話怎麼 民進黨常講海洋命運共同體 這個習近平說 要建構海洋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高層研討會 然後這個海洋命運共同體要幹嘛 要抑制美國的霸權 所以呢 人類命運共同體 海洋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都講過 他講這個東西 他要把大家一起拉進來 而大霧中閱兵呢 這麼多軍艦不是只有大陸的軍艦 是14國的艦艇 包括俄羅斯 泰國 越南 印度 日本 菲律賓 孟加拉 汶萊 南韓 新加坡 澳洲 馬來西亞 緬甸 總共全部都參加接受習近平的檢閱 這有一點小厲害吧 為什麼要扯到七十年 他建國的時候 共軍的軍艦就是國軍的軍艦投誠過去 他叫起義 事實上以前老公 沒有 我們叫叛兵 他們叫起義 但是他也是從二三十年前開始 尤其在九六飛彈危機以後 刺激到他 刺激到他就說 美國的航母來了 對他產生他們叫國齒 所以劉華青他們那個時候就開始 你看什麼跡象呢 他大肆宣揚正和下西洋 因為正和下西洋是代表 中國的勢力影響到 一直到非洲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海軍 建軍的 他的目光已經看到海上思路 海上思路就是說他的貿易額 一直要到義大利 所以你看他除了航母 像今天很醒目的就是這個驅逐艦 對 重巡 他這個已經到了重巡 這麼厲害 對 他上萬噸了 天啊 他這個這以前叫巡洋艦 對 巡洋艦 他這個有防空 有返潛 有這個護衛 就是說今天航母出來 完全要靠他 所以他的外號叫帶招侍衛了 就是說 防護航母 他又可以帶戰斧飛彈一類的 這個飛彈攻擊人家 因為航母只是做飛機起飛的一個 代台 真正有戰鬥力的是這個驅逐艦 055號不只是一條 所以他海軍戰力最強的應該是他 航母只是提供空軍 他為什麼要搞這麼多個國家呢 他就是宣誓他在一帶一路 他有這個實力 維護海上思路的安全 那也是對抗美國所謂講的 印太戰略聯盟 那蔡英文還要湊個熱鬧 我們也參加印太戰略聯盟 問題我們的海軍能夠到那麼遠嗎 能夠產生多大的實力呢 所以他習大大搞這個東西呢 就是宣誓跟美國霸權呢 是一個相對抗的 就是說你有自由航運權 我也有我的自由航運權 而且我要維護這條海上思路 我的安全跟勢力的擴張 不只是艦隊喔 他還有海上的基地 所以南洋諸島的這個擴建 包含那些灌沙灌出來的那個島 還有跟那些國家租界的這個港口 所以美國感覺到很大的威脅 你知道嗎 那再加上跟義大利簽了簽了約 路上的這個鐵路也到 海上思路也到 所以講他已經橫跨歐亞非三州的一個連貫 所以日本原來跟中國大陸交情不好 他也派軍艦去接手檢閱啊 他可以一派 但他一派 安倍也要訪問中國大陸 安倍求著想要去啊 因為台灣海峽是日本到南洋的生命線 因為石油都要從這邊過 所以台灣海峽跟台灣的戰略地位很重要 所以你想想看啊 為什麼我講台灣是將來美中這個冷戰也好 熱戰也好一個重要的一個熱點 所以千萬不要把自己搞成人家一個 美中打仗中中間的一個點 那是台灣老不信 所以我講這是個危機 始終搞不清楚到處亂投靠 去投靠美國 然後幫美國來打大陸 然後把台灣自己鋪上去 來吧來吧來打我吧 還有自己花錢 所以國防靠美國這句話 我是內行人講我是真的不值得 這句話我聽了真的是非常的驚嚇 但習近平在忙的是做這個事情 那他做這個事情 他的佈局他的目標 到底是什麼 如果兩岸關係好的話 習近平所講的海洋命運共同體 台灣都加在這裡面 是促進兩岸的和平 但是你記不記得 蔡英文最近一再強調 台灣站在全世界對抗中國的最前線 對 我很少去背蔡英文講的話 這句我要背了死死 那也就是說這麼多的軍備 這麼多的海洋的戰備的實力 如果有一天變成台灣的災難 請問你責任是誰 其實習近平他是不是要強調呢 大陸向海洋發展不是依賴武力 而是共同合作 所以找這麼多國家 然後找一個領海沒有爭議的山東的青島那邊的黃海 然後而且他是不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 發展利用海洋資源而不是互相爭奪 我反思一個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最近講的話 來對比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一直講說我們是海洋 我們是台灣生命共同體 如果兩岸關係好的話 習近平所講的海洋命運共同體 台灣加在這裡面 是促進兩岸的和平 但是你記不記得 蔡英文最近一再強調 台灣站在全世界對抗中國的最前線 我很少去背蔡英文講的話 這句話我要背了死死 你光是這句話本身 你就是跟中國為敵 那也就是說這麼多的軍備 這麼多的海洋的戰備實力 如果有一天變成台灣的災難 請問你責任是誰 董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最大的重點 就是海洋是開闊的 海納百川 接下來其實要辦義大利益 你知道義大利還有瑞士 這些國家都參加了 來了四十幾個國家嚴守 那這個其實跟過去的人 態度不一樣 因為很多人轉變了 今天今天英國首相也簽了 就是我們英國政府同意用華為 今天已經正式簽署了 對啊 我用華為就很好用啊 我真的覺得董哥 是 葉委員 我還在這邊 我們做節目幹嘛 我們大陸當台商好了好不好 他要把台灣跟大陸切開來 習近平這一個 他這個閱兵 我比較注重在參與的國家 對 從參與的國家去觀察 十三國 十三國 這些國家當然都不是海軍很強的國家 那我為什麼從這個角度看 西方國家的話是日本 西方國家的話是日本 日本呢 因為現在日本跟美國也有一點 很多的矛盾存在 不是有一點 他光這個貿易逆差 他已經貿易上也產生了 類似中美之間的這個衝突存在了 所以安倍現在要求出入 他日本要求活路 他是一個外銷國家 求活路只有依賴一帶一路 透過依託在一帶一路上 然後往西發展 往歐洲發展 美國漸漸已經不可靠 這是日本的整個戰略 國家戰略 那麼其他這些呢 可以說很多都是當年 我們是所謂第三世界國家 這些國家呢 現在他們大部分都依附在中國之下 所以呢 他現在大陸的方針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用和平的手段去崛起 但是我的武力一點都不會鬆懈 他一點都不會鬆懈 他航空工業 他的這個海洋工業 深水工業 他絕對超越美國現在 所以呢 他就這一方面來講 其中國大陸 他有他的另外一個計畫 他這個計畫 台灣沒有必要去撤起平衡 我們沒有必要去 一定要跟他做這個 到時候倒楣的是我們 所以國防不能靠告明 做這次去除非 台灣金融工業 我們進去看 最好 我可以的 比方 你 我們 我們